RNN的英雄身上又没有显影 这个技巧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不停地让自己的阴影跟着对手的永恒之术 他们坐不下来 又开始秒对手的英雄 水下写瓶 应该是要单穿回家 但是单穿回家之后 你喝了净水你要跑到战场上 你要多长时间呢 最佳是熊猫威胁 想要单穿来得及吗 来得及 战场上现在是一个英雄都没有 幸好是有这些数字为肉盾 我们练手五级来到战场上 练水级Nova 无药现在已经是没有魔法 无药现在五级 我们练手还有一次魔法的机会 那么亨特即便对手不使用魔法 在奇功之下 五级的欧魔猎丑也是 很快的就死掉 把这些站着的树 面对冰龙的时候 就是极其的没有语言 这样 安夜最后的希望仅仅是这一个熊猫 但是熊猫并不能够作为一个翻盘的英雄存在 熊猫想要翻盘 必须依靠部队的配合 而欧魔猎手如果能够到达六级的话 仅仅依靠单英雄就可以 很容易的就实现翻盘这样的证据 只要三级老家被打爆 安夜现在 还要等自己的欧魔猎手复活 但是对手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 不死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 要选择去购买一下道具 卖掉除了腐蚀之球之外的所有道具 买了一本裙补 然后再侦查一下发现对手的确是没有分框 如果没有分框 这个时候还在坚持的话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在等待英雄的复活 乌妖狠心的把一个士僧化为自己的魔法 双英雄来到了对手家中 看到了正在发光的英雄祭坛 这边 小金跟小彪爆一下对手英雄的魔法 所有的部队来到了战场上 就算给你报道就能怎样的 还没有报道 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小精灵 这个所有的精灵只有两个 这边 非常的快 利用石像形态的天鬼 围住了对手的熊猫 这样在自己英雄的奇功之下 自己的熊猫想要存活下来 实在是有点困难 熊猫死掉